动物音乐会 小朋友 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每年在不同的季节 都会有不同的动物在唱歌 他们的声音高低 音色各不相同 组成了有趣的动物音乐会 每年春天的时候 不古鸟小姐姐都会 唱起她著名的不古情歌 这么好听的歌声 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原来 不古鸟和其他很多的小鸟一样 有一个小小的器官叫冥管 冥管里面有薄膜 当空气通过的时候 就会震动发出声音 到了夏天 就是禅先生表演的时间 雄性的禅是昆虫中唱歌最卖力的 它们会快速的震动腹部的皮肤 发出知了知了的声音 告诉可爱的禅小姐们 我在这儿 快到我这里来吧 秋天的晚上 在森林里 我们会听到一种低沉又沙哑的叫声 那是雄鹿的声音 它们总是挺起胸膛 让声音在胸腔里共鸣 从而把更雄厚的声音 传递给其他伙伴 冬天的树林里 很多小动物都在睡觉 但是 却会时不时的传来 狂野美妙的打击乐 那是啄木鸟先生在演奏 它们会用长长的坚硬的嘴巴 以每秒二十下的速度敲击树干 并从树中啄出美味的虫子 你肯定不知道 神奇的自然界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我猜下面几个关于动物耳朵的问题 你们肯定不知道 蟋蟀的耳朵长在哪里 猫头鹰是用脸来接收声音信号的吗 青蛙有耳朵吗 蛇的耳朵是藏在鳞片下面吗 我来喝血 我来喝血 慈祝类吧 臂 уж仔 优优独播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